台积电建筑南科 带动周遭土地发展 建案一栋接着一栋盖 就连邻近的行政区 永康 善化 新化 云露均毡 绿能光电科学成亚太棒球村 多项建设陆续启动 土地跟着上扬 但地方上却传出 引来北部黑道际雨 想分一倍根 绿能光电这部分其实已经有 都有在分岸做争办 有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的情绪 黑道想接入土地开发利益大饼 让开发商很忧心 地方盛传 想找在地的有力人士 帮忙桥降低伤害 真的要张锡敏过 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他 早期涉及多起的重大绑架案 有穿山甲称号的詹龙兰 曾从看守所逃遇到对岸 前送回台服刑 去年才刚出狱 回东山老家 生活过得低调意愿不高 地方人士转而想找他的徒弟 恶龙张锡敏 但张锡敏目前仍还在监狱 2005年被逮 遭判无息徒刑 至今服刑16年 光去年就提出 至少13次的假释 遭到不回 不准他这个假释的 实际上处分机关 应该是法务部的假证署 张锡敏多次提假释 是否跟桥氏有关联 无法证实 但是否真有黑道 想接入台南的土地开发案 检警目前掌握相关情资 密切观察 赛区王少伟红树珠 台南报道